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俊丁峰 当然也是指挥说真话的大冰块 那今天就是这辆车秦Pro的底盘的部分了 试驾时候就给大家去说 说这个车开的质感真的还是很上乘的 就是很不错 不相信小伙伴 就是感觉大冰块 你又吹牛什么的 比亚迪以前都踩多狠 我还可以说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它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小伙伴可以去四台店去试一下 开起来真的质感还是不错 这个底盘跟之前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有变化它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跟着冰块来看看 这辆秦Pro的底盘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辆车的底盘 跟大家去浏览一下 也是跟着冰块来看一下这辆秦Pro的底盘 这个水箱架无论是上面这一块还是下面这一块 都是一个完全塑料的这种形式 就是会辅件比较多 还是那的话 如果说发生轻微碰撞的话 它的损坏的机具会是比较大的 好 这个是水箱架的事 首先说一下它的辐车架 辐车架是一个全矿型的辐车架 四个点连接 两个横梁 两个纵梁 这都是非常标准的 但是这个车其实前面是有一个小小的护板的 并且这个车我们是开过了一段时间了 就是它的底盘真的是很低 走在了一个稍微有点不太平的路 然后这块直接就给撞变形了 以至于这个螺丝就直接就拆下来了 当然了我们也是有意无意的去搜一下网上 结果还是很多网友都在吐槽 这个底盘比较偏低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说我也是可以坐实 这辆车底盘真的是比较偏低的 不过还好是没有 这是一个全矿式的辐车架 前面的一些撞击都可以让前面这根比较粗壮的横梁去阻挡一下 不会对后面有太大影响 当然说对于这个车而言它毕竟是一个电车 它没有发动机变动箱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说它这一块的电机相对然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这一块它不会有任何的下锤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后面的辐车架的横梁 这边前面的辐车架的横梁 那所有的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在上面的 之前跟大家说过 对于变速箱而言还是对于发动机而言 其实它有一个叫做发动机下沉的这样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对于发动机也好 还是对于变速箱这一块 是有三个旋置系统 三个点 上面有两个点 下面是有一个点 而下面这一个点 其实是一个连接杆的这样一个原理 就是这一块是跟辐车架去相连的 这一边是跟发动机所相连的 如果说发生了碰撞 上面两个旋置系统撞断裂的话 这个时候发动机是这样一个状态 类似于一个连杆的动作 是这样一个状态 让发动机或变速箱直接卡在 这个叫原宝梁也好 还是叫负车架梁 是卡在这的 是防止发动机在大的这种撞击情况下 发动机会侵入到驾驶舱里面 但是这辆车 我并没有在这一块看到有类似的结构 当然说第一不否认 这辆车是一个电车 它里面没有发动机那么的重 没有发动机那么的大 但是我还是会说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我相信这一块部分 如果是真的是撞得太厉害的话 真的是有这种可能会 侵入到发动机舱里面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我为什么会说这个 是因为它这一块的结构 是一个单轴的结构 大家看是一个单轴的结构 大家可以去想 如果说发生了特别严重的撞击的时候 特别严重的撞击的时候 这两个显示系统断裂 然后这边也紧接着断裂 它不会有这样一个连杆的作用 然后这一块部分有可能会侵入到驾驶舱里面 我只能说会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也是通过这个结构去分享出来的 当然这一块 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悬置结构 然后里面用了大量的橡胶 这一块的悬置结构 里面也是有大量橡胶 以至于这一块 包括说它的副车架四个点的连接 包括说这一块也好 还是这一块 都是有大量的橡胶的连接的 其实之前跟大家去聊过这东西 对于底盘的调校 跟悬挂的调校 这一块结构是一方面 因为结构这个东西 其实在早期设计定型了之后 它通过角度的约束 其实后期的调校的空间是很小的 而对于真正的底盘的调校工程师 其实它的底盘调校的更多的功利 是在于橡胶软硬的应用 包括说避震筒伸缩的这个东西 包括说里面的黄片的这种应用 这个都是可以去改变的 我只能说是不是跟这些大量的橡胶的应用 是有一定关系的 副车架跟它的整个车身重量这块 能够看到是有一个垫高的这种情况在里面 大家看就这边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柱子 然后去跟副车架去相连接的 包括说这一块也是加上橡胶以后比较厚的 所以说这一块整个来说是比较下沉的 就相对正常的我们车辆收到的会更下沉的会更多一些 好那现在呢 来说一下它的悬挂系统啊 悬挂系统呢就比较简单了 是一个标准的麦克逊的形式 下支臂是一个双层冲压的形式 并且这一块啊是一个一体的 没错啊 然后这边呢 里面也是有橡胶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这一块是可拆卸式的 仰角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 狂统一体 然后标准麦克逊 防径杆等等等等 然后呢 转向拉杆 这些东西呢 都是比较普通啊 然后前面的沙特盘 是一个通风盘 那说一下轮胎吧 轮胎呢 是2555R1797V 就是一个轮胎的型号 行吧 前面呢 就跟大家去分享到这了 那我们现在继续向后看啊 那这块呢 副车架后边的两个连接点呢 是有两个加强架的 然后它的转向机 是在副车架的上一侧 然后它的转向电机呢 也是跟转向机是一体的 这个还真的是不太日韩系 真的是不太日韩系 一般来说只有欧洲 就是德国的这种转向机 它的电机会在这一个位置 而日韩系基本上 都是会在转向柱这块 包括说电装啊 这些公司呢 通常会这样去做 所以说呢 所谓的叫德系血统转向机的证据之一 就是它的转向电机的位置 这个真的是有关系的 好 我们继续向后 那后面呢 就是一些相应的管线 因为这个车必定是一个电车嘛 所以它的管线是比较多的 这边就是它的水管 然后直接通到电池里边 再次证明了 这辆车的三亿里电池呢 是一个水冷的电池 然后这边呢 是高达线啊 大家可以高达线 从旁边过去 然后从上面这块呢 直接连接到这一块 当时呢 后面呢 整个是它的电池的部分 这块看来还是比较平整的 但是啊 就是从前面这一块 辐车架也好 底盘的后板也好 包括说呢 它两边其实 没有一个更多的保护 包括说管线外落 包括后面的问题呢 我们只能说 把它的底盘平整度呢 给了一个中 真的不是说 你有块电池 看着比较平 就一定是平 因为对于底盘这块来说呢 不仅仅是电平这一块 你的前面和你的后面 都会统称为底盘这一块 所以说呢 这个平整度给了一个中啊 但是刚才呢 我也跟大家去说了 虽然说它中间这块 有一个比较大电池 但是两边的管线 依然是外路是比较严重的 首先刹车管啊 是在这一块 然后它的一些电线 是在这一块 那当然呢 这块呢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说到了我们直接 一步到后面 但是呢 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辆车的底盘 是没有任何的喷涂的 是没有任何喷涂的 至少呢 我们看到 琴一百 它的底盘是有喷涂的 好 我们现在呢 直接到后面 我们现在呢 用这个角度啊 就说一下后面的部分 看得会更清楚一些 首先映入眼帘呢 一定是它这个 又大又高的电池 那的确呢 我们在跟着Winco玩乱爱车的时候呢 跟大家说了 说这个后座啊 就真的跟坐小板凳似的 那样坐着 就特别的高 我当然想 我说后面了 八成就是电池 然后结果呢 从这一看 果不其然 大家看啊 这块呢 是它最下面的一个部分啊 然后这一块 我相信一直到上面延伸 都是它整个电池的本体 这个电池已经非常明显的 是要比两侧是还要低的 所以说这一个车 它的整个车身 其实已经电了很高了 但是它是为了要追求续航里程 这边呢 有它的这个电池的标识 跟大家去念一下啊 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 然后呢 型号是叫P33 额定容量是130安时 就130AH 额定电压434.4V 化学类型叫做涅菇蒙酸锂 然后呢生产日期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然后太原 比亚迪汽车九项公司 这个是它的一个电池的标识 好 这个是电池的部分啊 它的三元锂电池 完全是水冷的 散热 制冷等等等等 这东西还是比较完备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车来说呢 只要它的这个散热系统 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只要它的电源关系统 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这个三元锂电池呢 通常来说呢 问题是不太大的 行 在电池呢 就跟大家去说到这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块呢 其实也是从底盘的部分 去加高了很多了 会加高很多了 然后这一个电线呢 就是从前面边上过来 一直到这一块 到后面的充电的部分 好 那现在呢 就跟着大家去说到这个 副车架 包括说的悬挂系统啊 首先呢 这两车的副车架呢 是一个一体式的副车架 然后说一下悬挂系统吧 悬挂系统呢 就是快的悬挂啊 就一看这个形状呢 我们再对比一下 老的凯美瑞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个三连杆的形式啊 就是这边 有一根连杆 这边有一根连杆 里边有一个连杆 一共是三个连杆 非常有特点 与经典的筷子悬挂 就是出自于上一代的开北瑞 然后呢 这个我们在这车上也看到了啊 然后呢 羊角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 轮胎呢 跟前面是一样的 同样是97V 那刹车片是一个十七盘的形式 之前的秦一百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它的悬挂的材质是什么样的 前后全部都是铝合金的形式 那为什么这一代 这一代又换成了以前的 这种看似材质 非常普通的筷子悬挂 那又为什么大名块 在开这个车的时候 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了 这个车调的真的是不错 那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那现在呢 听大名块呢 先总结一下这个底盘的得分 以及呢 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个悬挂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总结一下这辆车底盘的得分 那底盘呢 我们现在满分呢 是55分 那在55分就上呢 这辆车最后的得分呢 是31分 基本上达到了一半以上了 首先说一下 底盘跟之前秦一百的变化吧 就是从底盘的这种结构来说 电话不太大 但是从材质来说呢 刚才也说过了 其实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之前的秦一百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包括我们那会儿也说了 说这个真的是堆料堆的挺猛的 前后的悬挂呢 都是一个铝合金的景色 以及我们那会儿 在驾驶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说了 说这个还是能够比较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叫做黄下质量的这个轻量化 给驾驶带来了一些感受 但是依然还是有那种日系的味道是比较浓的 但是这辆车呢 试下时候也跟大家去聊了 说这个车的真的是非常具有这种德国的调教的一种风格在里面了 当时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底盘的结构的时候呢 真的也算是大跌眼尽 当然我们也是仔细的查了一下 说底盘调教的这个哥们叫什么 然后呢 哥们叫汉斯啊 这个人呢 最早呢 是奔驰的一个底盘调教的工程师 那他最早的在操刀啊 是奔驰S和Smart都是他调教的 但是后来呢 比亚迪呢 跟奔驰呢 合资了一个车型 那是我们之前拆过一辆车啊 叫腾氏 腾氏呢 也跟大家说了 哇塞 真的啊 德国车的底盘调教技术 真的没毛病 那个汉斯呢 后来呢 也去这个腾氏这个公司啊 然后呢 一起帮着 比亚迪和奔驰一起呢 去操刀这个腾氏这个车的底盘 后来呢 这个比亚迪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办法 不知道是花了多少钱 反正呢 现在阵员大将呢 已经是归入了这个比亚迪的旗下了 所以说呢 这辆车的底盘调教呢 同向出自于汉斯之手啊 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就是说 你看啊 之前比亚迪骑100的时候呢 悬挂的用料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好 我们在开的时候也能绝出来 但是他呢依然不能说是调教的多好 但是今天呢 我们依然啊 就大跌眼睛能看到了 这辆车的底盘 似乎又是回归到了 我们这个从整个结构来看 叫做日系底盘的本质的时候 反而出现了 我们看到了 就调教在上面发生的一些化学效应 之前啊 因为的确是有消息出来 之前比亚迪底盘的调教是完全交给供应商去做的 什么叫供应商去做 比如说 我的底盘的一些悬挂 辐车架的一些东西的 是专门有供应商去提供的 供应商 比亚迪说了 我们不调是吗 太贵 不调 你给我调 调后我装上就完了 这供应商 哎呀 这个挠头啊 没办法 每年这个几万辆 几十万辆的订单在这呢 你要是不调的话呢 我就换另一家没办法 那个硬头皮 我也得调下去 简单说呢 之前呢都是这个供应商调的 那这次呢 这个汉斯来了 说一看这个秦婆嘛 肯定是从其一百开始下手嘛 一拍桌的 你们这调的什么玩意儿啊 你比亚迪说的 不是我的错 是供应商调的 你给我恢复到原厂 因为毕竟说啊 说这个 他逆向的是一个丰田的 就是老的底盘 人家丰田也不是吃素的 人家的调教也是有自己的道理的 人家汉斯 人家汉斯是行里面人啊 人家就说能够做到 在一个成熟底盘下面 用他的能力 无论是我们对于 避震筒的调教也好 还是对于相交的应用也好 还是对于一些其他人 人家实际做到了 人家真的实际做了 就是我还会说 这个车真的不难开 就是说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也跟大家之前分享过 就是说你的材质 跟你的结构 是你悬挂和底盘的天花板 什么叫天花板 就是我这个车 比如说要拐弯路吧 同样是一个90度的一个弯 我们说啊 在赛道里面 同样是一个90度弯 这个车的底盘的结构 就限制了它在90公里的时速 我举例的 90公里时速 可以通过这个弯 我调到头了 但是如果说 你想突破这个极限 调教已经不够了 是因为你需要 用更优秀的结构 去支撑更高的极限 这个叫做材质和结构 对应的天花板 之前是什么呀 没有调教 因为调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没有调教 只能够通过调高天花板的形式 去提高一部分的 我们叫做平均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 之前的材质版 可能在没有更好的调教的 功率情况下 用了铝合金的悬挂 可以对悬挂 是有一部分提升的 但是人家说高手就是高手 人家可以在你这种基础上 调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这个真的是人的本事 当时小伙伴可能会聊 说这个为什么 现在比亚迪用这个人 为什么以前都不用 这可能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因为调教这个东西 我不否认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 但是这个钱花在哪 这个领导看不见 你说花在了这种完全看不见 是一个虚幻 是一个感觉 我相信不是有多少领导 可以去认同这一点 当时我们明天 明天这集的时候 再从更高的角度上 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简单说 好厨子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之前讲话 你是一盘螃蟹 但是你功力不怎么样 做的像一口豆腐一样 但是人家现在请了一个 一级的厨师 可以把豆腐做成了螃蟹的味道 虽然说你有螃蟹的味道 但你依然不是叫山珍海味 什么叫山珍海味 山珍海味是用真正的真材实料 加上一等的厨子做出来的才是米其林五星餐厅 你应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一个材质和调料仪功力这块最完美的一个比喻了吧 行吧那今天呢真的也就简单的跟大家去聊到这了 这个真的我还是不否认对于这辆车的底盘的 我们叫做日常驾驶的质感来说 这个车做的是真的好的 我还是尤尽的再去给汉斯去点一个赞 我们之前在试下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底盘工程师调料这块真的是给你点一赞 行吧今天呢 这个代表就跟大家去聊到这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主导秘画 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导秘画 那我们这辆车明天最后一期的讲究部分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